啊 小哥哥小哥哥網量嗎 我聽解音 小哥哥小哥哥 我念嗎 我哪裡 聽歌嗎 我送給你 好運 我太祝你好運 唉 練你的故事我有我的開水 乾喝他媽燙死你 呵呵 哈囉 那個大家好 活血的不看秦少俊 你不如回家打到飛去 可以這麼說他沒馬屁 那我今天又來給大家發視頻了 呃 今天的視頻呢 其實也就是 這幾天的直播的一些這個片段啊 呃 現在呢 現在你大叔哥這個到了鬥魚直播之後呢 呃 特別的勤勞 哈哈 一天五六個小時的Safe啊 我的手都快廢了 哎兄弟們我的手都快廢了 以後啊 我要是遊戲打不好了或者什麼樣啊 我說我手疼 你們可不要再說我路管子 把自己手給弄斷了啊 這個是為了跟你們打遊戲而導致的啊 好了 好吧 那麼這邊視頻剛開始啊 可能又有很多朋友這個 開始期待了 哎 我大叔哥今天又會跟我們講什麼段子呢 哈哈 我大叔哥今天又會跟我們講什麼 講什麼 講什麼騷話呢 哈哈 其實 我挺想給大家發一些這個 呃 故事會什麼 講一下直播啊 等等等等 很多方面的一些這個東西的啊 但是呢 可能有的人不太感興趣啊 而且做起來特別難 最近這個直播啊 除了吃飯睡覺啊 然後每天這個錄像導出啊 他的這個直播回放錄像導出啊 然後基本上連做視頻的時間都沒有啊 所以說啊 最近的視頻呢 少了一點啊 其實我已經在盡量了啊 而且我沒有沒有一點點偷懶啊 確實是真的沒有一點點偷懶 除了吃飯睡覺直播啊 然後好像就沒有什麼 就沒有做其他的事情了 好像好像是這樣啊 這也是非常非常的累啊 可以這麼說 哎 就相當於怎麼說呢 哎 就累到什麼程度呢 每天 每天睡覺起來就 整個人特別難受啊 熬夜熬的呀哎 每天睡覺起來 連自己姓聲名聲加錯何方 加幾個人人幾個弟弟幾個牛 我都不知道了 非常非常的難受啊 然後每天晚上呢 都是 基本上很多天都是 最近這些天基本上每一天都是天亮的才睡啊 天亮說晚啊啊 可以這麼說啊 就算 忙到什麼程度呢 還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啊 就算有一大群美女拖光光站在我面前啊 我也沒有興趣啊 因為實在是太累了 還是讓你們來吧 哈哈哈哈 然後呢 我想了一下 還是改變一下這個視頻的這個製作方針啊 以後都搞一些有意思的視頻 而不是老是這個去做一些技術類的啊 或者槍械啊 怎麼評測啊 這些的話往上和往上太多了 而且我平常也做的太多了啊 這些年也做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說改變一下視頻的這個製作方針啊 這樣的話也能省力一些啊 而且視頻我感覺大家看起來都會有意思一些啊 因為現在大家打穿有線呢 基本上小孩是越來越少了 因為大家年紀都上去了 老兵的話 這個年紀也是一年比一年大 基本上不會像之前一樣啊 非得去追求一些什麼雞殺的啊 這辣的啊 而且我確實是沒有沒有時間去打素材了 我想了一下啊 呃都搞一些有意思的視頻啊 或者說短一些的視頻啊 短那種短視頻或者說 哎 或者說 九二九 九二九只來一期這個解說的視頻 然後還得發一些這個其他的內心的這個遊戲視頻啊 其實視頻看的少的話 大家沒事可以來看看我的直播嘛啊 鬥魚直播 房間號五三九一九一六啊 然後每天是六點鐘啊 到十二點鐘左右啊 呃 後面這個時間會調整啊 後面這個時間會調整啊 會再加個幾個小時啊 確實啊 呃 太累了啊 一天直播就五六個小時了啊 後面再加的話 一天就啊 一天就最起碼是八個小時起步的啊 那很恐怖啊 哎 哪還有時間做視頻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瞞到就是 連旅魂戚最近都沒有空和他們聊天了啊 其實我微信上有很多的旅魂戚啊 哎 哎 之前跟你們說的啊 老老個前前幾期視頻啊 老跟我聊天的講段子的那個啊 那個媚己啊 那個媚己的話啊 他叫小琴啊 他的小名叫小琴啊 真名叫什麼的話啊 我忘了啊 他告訴過我我忘了啊 我連跟他聊天的時間都沒有了啊 不過說起這個媚己的話啊 前段時間啊 上一次和他聊聊天了也是前幾天的事情 因為最近實在太太累了啊 哪有時間跟他聊天嘛 哎 上一次聊天的時候他就問了我一個 問了我一個這個問題啊 他沒事的時候呢 嗯 就會找我這個聊天啊 然後問我一些特別莫名其妙的事情啊 你們想啊 他叫 他叫小琴啊 我平常就叫他琴妹妹 我是你的琴哥哥啊 他叫小琴嘛 對吧 琴妹妹啊 然後呢 哎 我叫琴 我網名叫琴奏劇 我也是 我也是姓琴的啊 我琴哥哥 哈哈 前兩天啊 跟我聊天的時候 他莫名其妙的跟我來一句 其實他平常跟我聊天 老是這樣的啊 那我說哎 宋哥呀 我問你一個問題好不好啊 我說 嗯 琴妹妹 你應該叫我琴哥哥 不然的話我不回你啊 然後他就說 嗯 好嘛 琴哥哥 哈哈 我問你一個問題好不好啊 我說 這聲琴哥哥叫的很好聽啊 不知道以為是琴哥哥呢 那個琴感情的琴 哈哈哈 哎呦 哎呦 搞頭 哈哈 哎呦 然後他又說 呃 呃 好多個女人排隊上廁所 呃 你知不知道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呀 我說啊 你提示一下呀 啊 然後他說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呃 這個城市啊 他說這是一個城市的這個 名字啊 一個 外國的一個首都的這個城市名字啊 我想了半天 我沒想到 然後我實在實在是想不到啊 可能你們大幕這裡應該有人能猜到了啊 但是我確實是沒有想到是什麼 就我當時的話 呃 我確實沒想到是什麼 然後呢 他就告訴我 哎 笨蛋瘦哥了 是倫敦了 啊 我說為什麼是倫敦 我還是沒反應過來 我問他為什麼是倫敦 哎 然後他說 女人上廁所都是蹲著的嗎 哈哈哈哈 那如果是男人的話 那不就成了輪戰了嗎 哈哈哈哈 哎呀 好無聊啊這個問題 哈哈哈哈 然後呢 我還我還知道一點啊 就有很多朋友這個看我這個視頻的時候啊 很多網友看我視頻的時候 特別是聽到我講這個 呃 關於女人的這個段子的時候啊 總是在說啊 你還女混系啊 我女混系不存在的了 或者說啊什麼 呃 老記者啊 西洋無限好你的老牛想吃嫩草啊 我他媽不僅要老牛吃嫩草 我還想讓小妹妹們變大嫂 哈哈哈哈哈哈 你們沒有人能說得過我的神神吧 都回家種田去吧 小弟弟啊 哈哈 大幕想調侃我不存在的 哎 好的 那麼這邊視頻也快結束了哈 還有個四分多重啊 那麼我們還是來講講這個遊戲吧 哎 呃 那麼最近也是一直在幫這個直播間的老闆們打牌位啊 哎 沒有辦法啊 仰家糊口啊 呃 成蒙大家好啊 閃口飯吃 哈哈哈哈 呃 呃 那麼我們就只能開啟各種打通關模式了啊 衝衝衝啊 殺殺殺呀 搞搞搞啊 殺殺上啊 這個打單排的話也是特別的三分比較慢啊 所以說 呃 現在排位不像以前一樣了啊 這排位最早那兩三個賽季的時候 還沒有槍王之王的啊 那個時候 而且特別快啊 兩三下一個槍王六 兩三下一個槍王六 三分特別特別的快啊 現在的話也是啊 單排一把A11十來分啊 可能運氣好 才能加個二十二十來分啊 首勝有的時候也是才十幾分A11啊 特別是低單位又難打呀 然後這個啊 大家都混上去了啊 然後 現在找我打排位呢 也基本上都是一些啊 單位特別低的哈 打半天打半天好難打啊 嗯 贏都很難贏啊 更別說 更別說你加分多不多了 加分又少又難打啊 那段位高的話就折好打 但是呢這種老闆又比較少啊 所以說 嗯很尷尬啊 因為別人都打上去了 他就不用你的嘛 找你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些打不上去的了 這個很尷尬 好 那麼這邊我們也是來到了這個中路的位置 開局啊 第一局容易卡平啊 所以說這邊 墨接一會兒啊 其實不然的話 就不用拖泥帶水 一下就把他們給殺完了啊 嗯 好 那麼這邊進了一些啊 其實這個視頻 當時搞的時候呢 我是用的這個 這個直播的一些回放 把它下載出來之後再切換格式啊 然後 再倒進去啊 再剪啊 剪完之後再配音啊 所以說搞起來特別麻煩啊 基本上幾天一部視頻啊 不然的話一天 一天晚上直播的時間完完全全一兩部視頻啊 隨時都有啊 就那種禪食品啊 而且我對素材呢 要求又比較高 所以說啊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較精彩的片段啊 可能那種拖泥帶水的啊 它都不會出現啊 好 那麼這邊又是跳上這個碧莲的大黃箱子啊 跳上碧莲的這個箱子之後啊 壓泡那個江崎帶走 其實如果現在 如果說大家這個平常想跟我一起玩遊戲啊 或者說排位打不上去啊 或者說啊 有的時候想跟我一起打排位啊 都可以到我直播間來看我直播啊 有的時候我會找一些這個水友一起上粉啊 就是隨便找個水友啊 比如說啊 我在打遊戲 我說哎這個時候我在打什麼什麼段的話 哪個打個大區啊 有沒有比我高幾個幾個段啊 什麼什麼段的啊 然後我們一起打 我帶你上分啊 你你幫我拉分 我我帶你上分啊 什麼都有啊 我說啊 嗯 你們要想免費打排位的話啊 也可以關注我的微博啊 將這個帳號大區啊 什麼的都發在上面啊 帳號密碼跟大區都發在上面 有的時候我我用的時候我就會直接拿你的號 然後幫你上分啊 好 嗯 嗯 那麼這邊 這把手槍也是上次十周年新出的啊 感覺最近 有點這個對不起大家啊 為什麼呢 出了很多槍啊 也出了很多這個模式啊 什麼東西什麼的啊 但是確實是沒有時間給大家去做啊 這對於我這個老視頻作者啊 又是老鳥又是傳聞的老鳥 又是這個傳聞的視頻的老字號作者來說的話 確實有一點不甚至啊 但是真正正正的是沒有辦法啊 所以說大家見諒一下啊 好 那麼這邊打死三個之後啊 一個殘局啊 對面是兩個人啊 這邊手槍先跟他對一下啊 這手槍有的時候打不來啊 這個人好像是被散了啊 直接 將他順掉啊 最後一個人看他在哪 好像是拉到左邊樓梯的 先追一槍啊 躲下去了沒有關 沒有關係啊 這邊放一槍 連進順把它吸引出來 直接再補一槍 不斜將著連進順 將其那個帶走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人家中聯盟 非常非常重要